哈喽,大家好,我不知道你们没有注意到 现在从市场买的水果、蔬菜、味道差了很多 西红柿没有西红柿的味道 黄瓜没有黄瓜的味道 水果更是苹果没有苹果的味道 好多水果味道都差了很多 那么大家就会说这是由于化肥炊的 其实也不仅仅是因为用了化肥的食品才有了味道差 那么就是我们的有机食品也是味道差了很多 那么人们对原汁原味的追求和对营养的追求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出现了有机食品的行业 那么有机食品行业现在蓬勃发展 其中Costco和Whole Food就是最大的有机食品的销售商 那么有机食品我们也发现 我们买的豆角 从Costco买的豆角拿回来做 本来这个豆角要酷要很长时间 一般的豆角要煮十分钟以上才可以煮熟 但是Costco买的这个有机豆角 我们放锅里边煮上两分钟就好了 见火就好就熟了 现在市面上很多菠菜都是无土菠菜 也就是这些菠菜的生长全是靠营养液泡出来的 所以说从市面上买的有机食品 往往味道好一些 但是好像也是差了一些 于是乎便有我们这些 我们这些庭院种植的人 种出来的东西 才真正地达到了原汁原味 为什么我们庭院种植的 可以达到原汁原味 最根本的原因 就是我们没有经过催化催生的过程 我们种植的这些植物 经历了一个正常的生长周期 吸收土地里边各种各样的营养 特别是微量元素 因为微量元素是需要take时间 才能吸收足够的微量元素 植物在地里边的时间越久 那么它吸收的这些营养素就会越多 而这个食品呢 就会变得营养丰富 现在的农业科技水平 已经发展的越来越高 我从来没想到 一只鸡现在一天可以下三个蛋 那么以前的时候我知道一只鸡 如果一个星期能下五颗蛋 就是很好的鸡了 那么现在一只鸡一天可以下三个蛋 你想一想 那么这个三个蛋的这种品质 可想而知了 也就是说 现代农业技术 已经让生产的这些植物和蔬菜 不经过一种正常的光照 正常的吸收地里边的营养 正常的这样一个周期 生长的周期而获得足够的产量 那么这些经过速成的蔬菜和水果 和我们经过正常周期的蔬菜和水果 主要的区别在哪里 就是区别在光照和对微量元素的吸收度 很多的这些矿物质和微量元素 它们是需要时间和土壤里面的 氮磷钾等各种其他的营养成分 进行长期的化学反应和生物分解 这些都需要经过时间才可以获得 比如说缺钙的现象 经常发生在植物当中 那么缺钙实际上是因为我们土壤里面缺钙 那么如果我们直接加入到钙到土壤里面去 它需要经过一些和土壤中的其他的成分 进行化学反应 然后还有经过生物分解 最后才可以把这个败钙子 变成植物可以消化吸收的钙子 所以这样都要经过一个生物分解 化学反应的过程是需要时间的 比如说种人参 那么我听说这样的一些故事 就是说在中国东北的地区 那么你在这个飞机上往下看 就会发现有一片一片的这些像秃子一样的土地 从布毛之地 就什么也种不了 据说这些布毛之地 都是种过人参的地方 种过人参的地方 它是需要经过几年以后 这样一个养地的过程 才可以重新获得足够的营养 这样才可以种植其他的东西 而商业种植者不可能等这么长时间养地 所以说他们就在这些贫瘠的土地上 不断地追加一些营养成分 比如说化肥和其他的一些肥料来增长 增加这样的话 他们就可以重新生产其他的东西 那么消费者长期买这些食品 食用这些食品 就会造成长期的缺乏微量元素 我们以为我们通过食品 可以补助我们身上缺乏的营养食品 和各种微量元素 其结果就是impossible mission 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我们最近做了一些有关 关于微量元素的这些视频 那么所以我就做了一些研究 其中有一些科学家们 他们认为现代的很多疾病 可能都是由于我们长期的缺乏 微量元素而导致的 并不是因为我们遗传基因出了问题 因为我们以前并没有这些疾病 世界的这种微量元素的含量 是一个常数 而我们的人口不断地增长 人口不断地爆炸 所以我们的consume东西 不断地越来越多 而生产出来的产品呢 就肯定是营养成分就会变得越来越少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健康 现代人出现了很多怪病 这是一种科学观点 但是我觉得蛮有道理 总而言之就是说 我们自己后院种植 我们一定要注意 让我们的植物经过一个正常的光照过程 正常的生长周期 然后我们的土地一定要养地 然后不断给予补充各种各样的营养成分 特别是微量元素 这微量元素 因为有很多微量元素 它不是说我们放到地里面 马上它就可以用 它是经过一个转化的过程 所以说我们后院种植 一定要注意补充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 在这方面我们不能省 就好像我们不想让我们的骨质流失 然后不想让我们缺钙 首先我们要保证我们吃进去的食物不缺钙 植物不缺钙 首先要保证我们地里边有钙 其他矿物质 比如说甲 铭 蒙 铜 铅 锡 铁 等等 都不能缺 否则的话 我们就失去了后院种植的意义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个地方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的连接键 订阅 转发 点赞和收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C 感谢观看